近幾年美國羽毛球隊的整體水平 在不斷提高 但相比亞洲羽球強國 仍有一定的差距 而這一次2016里約奧運 美國羽毛球隊選手中大多是亞裔 他們希望藉由自己的出色表現 為美國贏得獎牌 讓羽毛球這項運動 在美國受到更多關注 羽毛球是華裔 甚至是亞裔民眾熱衷的一項運動 不過儘管羽毛球 是奧運會比賽項目 但在美國民眾眼中 卻不如籃球 棒球 高爾夫球等運動 受到重視 代表美國出征2016里約奧運會的 羽毛球選手們 大多通過在亞洲國家的訓練 才能夠將實力提升到國際水平 2013年大學畢業完的時候 就有跑到台灣練球 因為我就知道亞洲那邊 如果真的要練到 那種國際選手的水平 真的要到亞洲練 由於美國羽毛球 沒有國家級隊伍進行集訓 羽球選手不但要自費或找贊助 也要自己去尋找教練 更難的是 在這裡無法找到很多 美國高水平對手 來對戰提升水平 特別是我們 我們在競爭運動 女生來說 我們有很多對打 所以在美國裡面 我們很難找到 可以幫我們練到球的人 我們在亞洲的旅程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們只能打互相 而且我們在玩雙球 這是在美國打羽毛球 遇見的困難之一 這些羽球選手小時候 還可以找學校 或羽毛球協會學習訓練 但當他們高中畢業 進入大學 就將遇到更多挑戰 而且他們必須要訓練 去找隊伍 和練習 他們都會承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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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不會承認自己 他們都不會承認自己 如果有獎金金 我覺得這個運動應該會比較多人有興趣打這個運動 實際上 美國也有不少有天賦的羽球選手 但若想與其他羽球強過選手競爭 就必須付出更多努力 才能打破天花板 練球練得很多 這六年來 根本全部都是練球 做體能 沒有上學 沒有其他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教練 或是有資源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這不是一整晚的過程 這只是一年多一年 我今次很希望我們可以帶一個獎金回來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可能我們美國的羽球可以再升一級 受重視一點 希望可以給那些 general population 那些人感覺到羽毛球是真是一個很辛苦的 好好玩的運動 前進里約 大家在Rio見啦 記得記得在Rio See you all in Rio Go Team USA …